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阳 粉丝留言说想看科鸡 那么今天我联系了一个朋友 他家里养了几条科鸡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看空调开着呢 这里边都是成犬 这条的话是一条成母 现在有两岁 生过两窝 来看一下 这一条的话是一条肿狗 就是这里边的一条肿狗 体型 毛色 花色 各方面都到位 现在一岁半 是一条非常不错的一条小肿狗 可以看一下 里边这条的话也是一条肿母 因为外边的天气温度已经达到了39度 这边的话装有空调 它这个狗笼的设计我觉得比较合理 你看每一个下边都有一个盆子 接着狗屎和狗尿 下边是一个托盘 好 咱们往这边看 这边是有小狗仔 让这个阿姨把那个门给他们打开 也开的空调呢 来看一下 两条大的是两条成母 来 这窝 这窝一共有一二三十五 一共有五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快三个月了 一秒全部做齐了 你看 哇 这小短腿 里边的话是快两个月的 做了两整一秒 可以看一下这花色和颜色 公母都有 一共是两窝 你看这小家伙沾成一盘 太可爱了 法拉里的底盘 一个比一个可爱 那么这窝大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窝大的相对来说的话 花色不是太完美 咱有啥说啥 有微博通的 有鼻线通的 有鼻线不通的 有微博通的 那么这种科技的话 我刚才和阿姨聊了一下 药价是一千二一条 我说为什么这么花色不好的 为什么要这么贵 阿姨说这都是科技配科技出来的 所以说有的人讲究花色 来看这条成母 脸是比较甜的 这小科技 我说阿姨最低什么价 阿姨说如果说成心药的话 价格还可以商量 我说这还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这个科技感兴趣的话 评论区可以给阿姨留言 没有给阿姨点关注的话 这边给阿姨点点关注 你看 这小科技腿短吧 看那小小脸 这条是科技的妈妈 这是科技的母亲 可以看一下 来咱做个对比 他们看他们像不像 那么里面这一窝的话 价格会还稍高一点 阿姨说这个价格比前面那一窝 还价格还稍微高一点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这一窝花色比较好一点 所以说价格会高一点 我说高多少 阿姨说你看中的话 再来咱们再来谈价格吧 也就在1500左右吧 我说哇 比那贵要两三百呢 阿姨说你要真心药的话 到时候可以给你便宜一点 大家可以评论一下 看这两窝花色科技的花色 咱们做个对比 你更喜欢哪一窝 好 今天的科技就带大家看到这里 天气太热了 这里边的室内温度是27度 风扇往外排的热气 好 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里